好幸福的人 太爽了吧 完全不用排隊 喔...遲到了一個小時 你的心裡還有事 什麼狀況 喔有時鐘電源啊 你沒有時鐘電源啊 一直出國喔你 我也以為時鐘電源在我的包包裡 雷包 雷包 乖乖咯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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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美哥 我是歡迎回到福吉Live 我們今天要繼續去解人生成就啦 我們這次要解的成就非常酷啊 我們這次要去美國 而且還不是去美國玩喔 我們是去美國參加Youtube一年一度的國際論壇 我們是岩漢的 沒錯 我們是岩漢者 真的是超級緊張的啦 那我們現在即將要登機了 我們要飛十幾個小時 十五個小時 從桃園到LA超久 正如我上一支影片所說的 接下來我在Live頻道的影片 應該就會比較輕鬆 比較隨性 不要給自己那麼多的壓力 就是輕鬆的紀錄我的生活 輕鬆到這裡就好了 下一看 會 登機 我們這次做的是豪華經濟艙 嘿嘿 這次比我們上一次做的那個經濟艙 真的還要再舒服欸 大了應該有個十幾公分吧 還是錯覺啦 反正就是還蠻舒服的 而且我的腳是可以完全伸直的欸 好讚喔 接下來的15個小時 應該會比上一次去冰島的那15個小時還要舒服啊 對了 我這次說話的聲音 我會稍微就是盡量這樣低一點 上一次忽然發現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好像有點太不顧周圍了 就是會大聲要製造那種影片效果 所以其實好像會吵到旁邊的人的其實 所以我們這次呢冷靜一點好不好 這是一個VLOG紀錄 那我們現在準備差不多起杯啦 那大家就 讓我們呼到一身旺 WOW各位 好扯喔 睡著真的差很多欸 差很多欸 我們這次的體感大概只搭了三四個小時的飛機了 你只睡一覺然後起來 就剩下兩個小時就要到 真的 但是要飛15個小時嗎 好像說是12個小時啊 哇 各位我們已經到美國啦 哇 這就是自由國度空氣的味道嗎 浮誇了浮誇了 不過我剛剛發現一件很智障的事情 我們在台灣的機場 有買了那個無線網卡 但是我們起杯前忘了去拿 所以我們現在全部都沒有網路 我們只要直接忍著牙 把那個漫遊給它開下去 好貴好貴好貴 超貴的 總之呢 我們已經順利的到美國了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難題就是 通關 in English 哇 人生第一次要實戰的繪畫英語了 到底過不過得了呢 有沒有信心呢 健保 沒有啊 當然沒有啊 那不然幹了要翻譯是不是 但是通關的時候只有我們自己啊 沒關係 My friend my friend I'm American Yes good good Oh yeah 各位 我們已經成功入境美國了 Yeah 剛剛那個海關 問了一些問題喔 幸好我們非常貼心的GRETA TV這邊 都有先幫我們準備好 然後我發現他們好像 發現如果你會講英文的話 他們會問更多問題 沒錯 像我被問了蠻多的問題了 但是你從頭到尾 你只會回答了兩個字 不是 Yes too week Yes too week 但是過了 看我應該是低能啦 雖然不要跟他講太多 我也花太多時間 一定等兩個傻碎 我們在那邊等整兩個小時 好啦 不過呢 雖然說等了這麼久啊 總之我們是順利通關了 人生成就解鎖 踏上美國的領土 OK 那我們就領行李 不過在領行李之前 我們先上廁所 我們在那領地卡了兩個小時了 快噴出來了 我的廁所 沒有垃圾桶的喔 就覺得車都衝下去耶 好酷 我覺得這個場景有點眼熟啊 憲毛你有玩過TTA嗎 我剛才在想 對不對 很像對不對 TTA感 OK 我們現在在公車站這邊 等我們租車公司的人過來接我們 然後呢 我忽然想到 開始了這麼久 我們是不是還沒有介紹 我們這次的團員給大家認識啊 哈哈 那我們這次的團員呢 欸 超大一團的 除了健保之外呢 還有上次去冰島的熟面孔 又是我們三個 那這次除了我們三個之外呢 這次還有兩位 生面孔 不好意思我可以拍你們嗎 很好 你會說中文或英文嗎 中文 中文可以 OK 那我們這次有兩位非常可愛的韓國妹子 哈囉哈囉 你好 我是道一 嗨嗨 她這位是 你好 我家是九尾 嗨 我們算是第一次見面 對 我們之後好好認識一下 是的 走 好的 喔 我們車子到了 我們要移動了 那除了操作者之外呢 還有幾位CreditorDB的工作人員 他們人也都非常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上車了 我們等一下再介紹給大家認識 欸 我們現在正在車上 準備要去 我們現在要上車 去領我們租的車 沒錯 然後現在剛好呢 我的身邊 欸 全部都是CreditorDB的人 我來介紹一下 嗨嗨 這位是Lauren 好 這位是Clayton Hillary 等一下 我也在記名字 你不要告訴我 那位是Amy 那位是Lua 哇 我這趟真的記得超多人名 那這趟就要感謝他們照顧了 感謝Clayton的照顧了 我會嘗試練習我的英文 你可以跟我說英文 好 我說中文 你說英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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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以練習你的中國 我可以練習我的英文 我可以練習我的英文 各位可能不知道 因為我國中高中的時候 我讀的是嘉義縣的協同高中 那他們那邊從國一第一堂課進去開始 他們的英文課 就全部都是用全英文上課 就是老師全部都說英文 完全沒有中文 所以我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待了六年 我發現其實 雖然說我沒有特別怎麼認真讀書 但是我的英語能力 比起我在外面認識的同儕 好像有好一些些嗎?我不知道 然後來美國這邊之後 我忽然發現 其實他們大部分說的我都聽得懂 生活對話的部分 當然比較專業的就比較多 OK 好 走 所以我們準備去取車 追零 節目 喔 節目 哇 熱零 妳怎麼會說韓文 我小時候就是很愛追星 喔 所以妳會說很多語言耶 就是只會一點皮毛亂說 但是妳敢說 對 我覺得敢說是真的要 學語言很重要的一個要素 道儀的中文很好 真的喔 不太好 一點點 對嗎 但是我感覺很順啊 很溜啊 對啊 耶 車子來了 喔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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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音樂 這是過什麼關 停車場的關吧 哇 我們開了那麼久才剛要出停車場嗎 對啊 哇賽 這麼愧是美國耶 太大了吧 我們現在 已經1點16分了 你知道我們是幾點到的機場嗎 我們是8點55分下的機場 過了三個多小時了 還沒有離開機場耶 台灣的遊戲 而且這個牌子跟台灣的很像 哇 各位我們已經到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Airbnb外面的這一條 然後巷子 有一堆警察 他們警察 車的那個燈有夠亮 超級亮 啊 OK 總之 對手 我們是 進來了 美國是不是可以直接 穿鞋子進來了 他們甚至直接穿到床上 我看有一些影集裡面是這樣 欸 這很舒服耶 很美式的 家庭的裝潢耶 哇 好讚喔 Surf Shark 嘿嘿 感謝 Surf Shark爸爸 剛剛跟 Clayton確認了 美國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直接把鞋子穿進來 到處走 被乾衣機 喔唷 漂亮喔 喔 太讚了 我們可以在這邊洗衣服乾衣服了 那 美國房子 不知道是因為他們地太大還是 怎樣應該就是地太大 就是他們幾乎都是一層 然後 也沒有二樓 它裡面就很多房間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睡的地方 不是從這裡開燈嗎 這個嗎 蛤 真的假的 他房間裡面就只有這盞燈喔 哇賽 欸 好像是真的耶 喔 寢室就是真的睡覺的地方就對了 OK 看一下 這裡還有 浴室 喔 他們的浴室 他們的浴室很舒服耶 這裡是車庫 就是很多歐美的科學家發跡的地方 就是在他們家的車庫 這裡也有一間房間 我們還可以進去喔 欸 你要來到什麼這兒嗎 欸 這兩個房間共用一間廁所耶 這兩個房間共用一間浴室耶 好酷喔 他們的廚房 超級極權 這個爐子 它感覺超強的啦 底下這邊 哇 超級大的烤箱 這可以烤一整隻火雞吧 哇 這間Airbnb很讚耶 什麼都有基本上 剛剛我們有去問了一下 是什麼狀況 欸 虛精一響 不是什麼 刑案什麼之類的 好像是 有一位 母親的女兒 她忽然 急症 好像就 真的過世了 所以警察還出疑這樣子 我們現在 基本上就是 自由活動時間了 那前兩天我們在LA這邊是 沒有安排什麼 太 太緊湊的行程的 我們就是來這邊 先調整一下時差 然後適應一下 然後適應一下 當地的節奏 到第三天 我們才要開始去參加 這次來美國的主要Vicon的活動 一轉眼已經白天了 我們現在就 繼續帶各位看一下這個後院 這個白天的光一照下去才發現 這個後院真的是 很大耶 我目測 光這個後院的大小喔 應該就比之前我跟菜喳住的那個大頓工作室 還要再大上一圈 我們記得那個工作室的 平數大概是80幾坪 也就是光後院這邊 至少應該就已經快100坪了 然後 裡面那邊 再 80坪 所以這整個空間真的是 哇 美國真的是 地大真的是太爽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這什麼啊 咦 咦 蘋果 蘋果 這是蘋果樹 所以華盛頓 在家裡砍倒的就是這個東西 米歇的古山橋 華盛頓砍的是櫻桃樹啦 蘋果樹是牛頓 所以牛頓是這樣子在沉思嗎 這不算吧 他直接打在你的頭上 後院這裡還有一棟 這個應該是我們在那種 美劇裡面經常看到的 後院的廚藏室之類的地方 這裡有個很酷的東西 西洋棋 對為什麼會有西洋棋盤 欸 這個是那個 火堆 這是把那個拿來燒的那個火堆 酷 各位如果有那種 住在北美的觀眾的話 看到這支影片 可能會覺得說 大金小怪 這個我家也有啊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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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所有台灣人 第一次來到這種環境的時候 應該都會覺得很驚嘆 嗚呼 原來影集裡面說都是真的耶 嗚呼呼 好讚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第一節內容啦 不對 應該要在這邊做結尾嗎 好像不做結尾會比較方便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的影片都會有一個很明確的開頭結尾 我在拍攝的時候我就會去當下去思考 去編排這個影片到底要在 大概要在哪邊開始哪邊結尾 然後就會去說 可是這樣之後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萬一我在剪輯的時候 遇到一些困難 例如說太長或者太短 但是我在那邊已經做了結尾了 那我就變成一定要照著我前期規劃去走 就會變得有點麻煩 像我在北歐的時候就遇到很多這種狀況 我在北歐的時候裡面有講到 就是不知道這已經是第幾集了 或者是這是第幾集的開頭 但其實是第幾集的開頭的樣子 那個狀況就滿討厭的 所以呢 這次 雖然說可能有點不太習慣啦 但是我要改變一下 我要直接就不做結尾了 我就是拍拍拍拍拍拍 然後後期的時候 待會可能就會覺得沒頭沒尾了 就習慣一下 因為接下來的這個Live呢 這真的就是我的Live 這真的就是我的紀錄了 這個工作感可能會比較降低一點啦 因為這只是一個生活紀錄 那大家可能會有點不太習慣 那我自己也會不太習慣 因為畢竟以前的Vlog 我就是完全一個工作的感覺 但是呢 我現在發現 要用工作的方式去做Vlog的話 真的會顯著的降低我對於生活的熱情 我覺得這個部分真的不太好 就像我上一支影片裡面所說的 所以 之後大家要習慣一下啦 我也要習慣一下啦 我們就一起看一下接下來會怎麼樣吧 我們討論了 這個影片 都會不會再駕掉